原标题,快评,相为换协议委和洛空新华社轮端3月29日电期,相为换协议委和洛空新华社记者顾振球伟涛,3月29日,原本是英国正式退出欧盟的日子, 但这一天在质疑,抗议与迷茫中结束,数月的公开争吵,与政治博弈没有带来共识,脱欧前途依然未卜,当日英国议会下月投票否决了脱欧协议关键部分,宣告首相特雷莎没主导的脱欧协议名存实亡,进一步增加了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,而英国必须在4月12日之前做出新的决策。 投票前,美首相破釜沉舟,一方面,他为减少反对,增加协议在议会通过的可能性,交付议会表决的仅是脱欧协议中退出欧盟协议这一部分。 另一方面,他承诺用相未换协议,表示只要议会通过脱欧协议,他就将在英国脱欧后辞聚首相移植。 然而,这份曾两度被议会否决的协议,中间没闷其死回生,虽然协议获得了更多的支持,但据通过仍有不小差距。 其实,纵使协议在相未换协议的诺言下,能够勉强通过,议员投票支持的,仅仅是首相下台,而非协议本身。 这将为未来的英欧关系盘盘,埋下定时炸弹。 脱欧协议难过议会观,暴露出在如何脱欧的问题上,英国各界政治裂痕的不可调和。 不论是对脱欧协议的三投三否,还是前两日议会,一指示性投票,对八个脱欧替代方案的逐一否决,都暴露出议员背后迷离的巨大分化,以及应对复杂决念的能力与方法的欠缺。 有人说,目前是人人都知道了要反对什么,但没人知道该再成什么。 无协议脱欧,取消脱欧,留在欧盟关税同盟,举行第二次公投等替代方案,居内获得多数议员支持。 利益博弈正让将局演变为危局。 当英国经济已经在颤抖,我们的议员们还在缩小。 正如英国舆论所言,民众期盼作为政治精英的议员们,能够代表广大选民,为国家做出正确抉择。 但是,议员们更多的是在利用一会辩论和投票权,为自己的党派或利益集团谋取私利,导致脱欧死结难以解开。 如今,英国媒体用闹剧灾难危机,自我伤害,以及国家吃辱,来形容脱欧现状。 英国金融时报一针见血的指出,英国已经从议会之母,山落成困乱之母,面对脱欧危局,反对大极致政党内部,都已出现要求手下辞职的呼声。 但辞职容易,实现有序脱欧拿。 领导人更迭难以消除信任赤字,难以迷和被深深自裂的名义和政治裂痕。 吧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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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